好的好的 所以 小心小心 好的 大家還好 OK 我們大家稍微往右邊兩步 好 我們往右邊兩步 好 OK 今天我們剛剛抽到1號 那我們會一步一腳印的 持續的努力在1月8號 爭取到大家的支持 希望1月8號我們的市民朋友們 在中山松山區的朋友們 記得1月8號禮拜天 出來投下1號 支持移農 那會覺得說王宏威今天有很多 國民黨立委提及 那今天會不會氣勢稍微弱一點 今天就是抽籤 那抽到一個號碼 那最重要的是現在大家知道支持1號 1號的吳移農1月8號禮拜天 出來投票 那早上他提出了還稅余年政策 剛才您辦公室也這邊也發了聲明 來替他說明 那會不會覺得說接下來 直接到搬到辯論場上會比較適合 其實這個場這個議題非常的單純 那王議員提出這個超收的稅務的部分 其實對於還債這個東西我們是非常的認同 也是我們一致的立場 只不過他在數據上面或許 或許看得不夠仔細 我們今年其實如果納入並入特別預算的考量的話 其實我們還需要多舉2500億的債務 那我們都同意我們不要把債留子孫 所以今年年底如果的確可以超收 如果的確超收4500億的話 減掉扣除我們其實還需要舉的2500億的債務 其實只有2000億的超收 2000多億的收入相當於 國人每一位國民平均8500元一人 但是我們當然知道現在中央政府的總負債 有將近有超過5兆7000億 將近6兆的額度 這個相當於每一個國人24萬的負債 那這些債務都是我們這一代 以及我們的子孫必須要負擔的 那所以我認為在財務狀況相對富裕的狀況下 相對寬裕的狀況下 我們優先要把超收的額度拿來優先把我們的債還一還 這是我覺得 那同時也是考量過去兩年疫情的狀況 我也希望政府也應該接下來 在財務狀況財政狀況允許的情況下 針對產業的紓困 針對產業政策 針對個人的紓困民眾的紓困 提出一些更多的相關的配套措施 我是覺得我們多收的多收的稅金 應該這樣子的使用 他說應該是應該是 他說應該是應該是這個民調落後的人 會想要主動提出辯論 怎麼變成民調領先的人來提出辯論要求 就像我說的我從參選第一天來 我們針對國家安全 針對提升國家競爭力 我們提出一項一項的主張 那比較奇怪的是 對於我的每一項主張 沒有提出具體的反對的意見 或者沒有跟大家報告說 他到底對哪一點不同意 這樣子真的很難辯論 那今天我們聽到了他提出了第一個主張 針對這個稅金超收的部分 那我也只是提醒王議員 數字我們看仔細一點點 其實並沒有他早上所說的那麼的美好 有那麼多的超收 其實考量 像我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了 這個我們的稅出稅入中間的差額 其實還需要多舉2500億左右的債務 那我們其實都同意 我們不要再留子孫 所以我個人的立場 是要把多餘的收入優先拿來還債 以及對於產業紓困多做一些努力 那剛才跟王紅握手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尷尬嗎 不好意思我們先到這邊好嗎 不好意思 這個對手民主制度互相的競爭 是應該是很正向很正面的 要有建設性的 所以跟對手握手我覺得是基本的禮貌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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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說他是居民兩用 但是你沒有講清楚 說居民兩用的空軍基地 還被這個同事寬給反對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你會想證明你的國防專業嗎 雙雞本來就是交通部與國防部主管的 那任何的改革與改變 當然會受到相關部門的這個抵制 這個改變本來就是困難的 那困難不表示不應該繼續做 所以我也提過 針對松山機場的各個考量 我也跟各位報告過了 考慮所有的種種因素 我們認為它的遷移在2030年 是最符合最多人的最大利益 所以會覺得說馮氏寬講這個國軍的話 沒有用是不對的嗎 會覺得說你這樣提出來的話 國軍沒有用就是不應該這樣講 我相信馮氏寬主委 他曾經是國防部長 他應該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了解 台灣的安全 台灣的社會任性 不能只靠國軍以及我們的專業經銷 我們需要更多人的參與 這是為什麼我提出國土防衛部隊的建議 以及主張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必須提高 我們的社會任性跟民間的準備 這些都需要做 那他叫你跟國防專業的人補課 他叫你跟國防專業的人補課 你會覺得說他這樣子說 我們堅持不互相噴口水 謝謝 所以是覺得說他都是在建制口水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